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 传文20章第4节 进入诺亚方舟 我们都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 也知道这个故事是出自于旧约圣经 大意是说人类犯了罪 然后上帝很生气 以怒之下就派了一场大洪水 但是他要保护诺亚这家好人 以及各种动物 所以他就让诺亚造了一个很大的方舟 然后把他们全家人 然后连同一些动物都带到那个方舟上面去 就避过了那场大洪水 那我想他以这个诺亚方舟作为批语 当然不是要说人类有罪 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有两层 第一层是说只有宽恕才能够拯救你的灵性生命 就是说你才能够进入到那个诺亚方舟 那么小我的世界呢 一切终归于死亡 因为都是无常嘛 而且最后的归宿都是死亡 所以就好像是那个大洪水一样的 那么第二层意思的话 你在这节文字里面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知道诺亚方舟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说 为了要使这个动物能够有后代 所以基本上他们带上去的动物都是一公一母的 但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有一些什么叫做 孤雌生殖啊 无性生殖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有细菌 所以他们能够带上去的都是两两一对的动物 那么其实这个两两成对 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会与你的弟兄一起得救 就不可能你自己上了方舟 然后把你的弟兄丢在方舟的外面 让他自生自灭 要不然就是你们两人一起都进入天堂 那要不然就是你们两人都一起进入地狱 这个是奇迹课程非常强大的 救恩在弟兄 那下面第一段呢 他说 没有一物伤害得了你 除非你赋予他这个力量 那我们再看一次 没有一物伤害得了你 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除非你让他伤害你 除非你赋予他这个力量 那我们还可以对照一下 就是练习手册的198课 只有我的定罪伤害得了自己 只有我的定罪伤害得了自己 非常非常重要一些 基本的奇迹课程的观念 是我们必须在生活中 不断不断地去落实跟看见你 是谁在伤害我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他说 是你赋予了世界把给予定义成 给予等于失落的力量 那这段里面 他翻成能力的呢 其实都应该要翻成力量 他是从英文的power翻译过来的 那为什么特别要把它翻成力量呢 因为在奇迹课程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ability 我们翻成能力 但这个power跟ability是不一样的 因为奇迹课程他自己有解释 就是这个ability翻成能力的呢 指的是说就是你的心灵的潜能 尚未发展出来的一种力量 它是属于潜能的形态 他把它叫做ability就是能力 但这个力量呢 它是已经表现出来了 已经表达出来的 那么在实相的境界里面 尚首所创造的一切 它不会有一个潜能的这个东西在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给出来了 全部都是发展完成的 所以不会有ability这个东西 那么这边呢 他说你没有力量赋予任何力量 你没有权力去赋予任何力量 任何力量都来自于上主 第四句 那么也只有他能够赋予力量 即便是圣灵也只能够唤醒这一力量而已 那么这边的力量来自于上主呢 指的就是真实的力量 就是我们所看到那个凡真实的 不受威胁的那个力量 真实的力量 那么它相对之物 就是我们在小我世界所体验到的 那个小我的力量 这是一个错误的力量 或者说是一个力量的错觉吧 其实你可以仔细看看 小我世界的任何东西 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 像他所说的不受威胁的 那你会发现 其实你去看一看不管是一个人 小小的个人 或者一个组织 甚至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 譬如说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跨国企业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 说打就打 说出问题就出问题 一戏之间就可以出问题 这个其实都是隐身在那个抽屋力量底下的那个脆弱 其实它的本质是脆弱 但是他努力想要装出 它是很有力量的那个样子 这个是小我的世界 那提及课程要告诉你说 真实的力量必然来自于上主 而且也只来自于上主 那他这边要强调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给予等于获得 那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就是他这个给予等于获得是上主的天律 这个后面有写到 然后给予等于失落是小我之律 这两个是刚好相对的 那当然我们比较熟悉小我的世界 所以我们也很熟悉给予等于失落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给予等于获得呢 首先你要注意是说 他讲的纯粹是在心灵的层次 那你会发现也只有在心灵的层次 才是才有可能是给予等于获得 那么他讲的是说 你是以宽宿的思维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得回来宽宿 宽宿弟兄就会宽宿到自己 他最主要是在谈这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成立的 就是说你如果给出去给弟兄是定罪的话 那么你一定也会先定罪或攻击到你自己 那么他说上主从未赋予罪任何力量 因此罪是一无所能的 这个很重要 罪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那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要不要把罪当真 如果你愿意把罪当真的话 你就会感受到罪是有力量的 那么他说 罪为世界带来的疾病死亡痛苦与哀伤的苦果 对你也一无所能 那你可以看到他列出来这些疾病死亡痛苦哀伤 其实都是罪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都是罪的不同的变形 那奇迹根学了越久 你就越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点 虽然说形式很多啦 但是内涵则意 其实都是同样的那个罪 同样的那个罪疚 他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因为圣灵从不着眼于他们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学习圣灵的眼光 而不把这些当真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跟圣灵一起去看穿他们的不真实性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力量 也不会真正影响到你 那甚至你的身体已经行将就木了 也不会真的影响到你 因为你知道你不是这具身体啊 好 那下面第二段呢 他说罪在天堂没有立足之地 他的后遗症也跟霍原一样 不可能涉足天堂 那这个后遗症呢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眼前这个世界 是没有任何后遗症 但这是我会觉得奇迹课程最棒的一个地方 因为毕竟我们过去都做过一些蠢事嘛 做过一些疯狂的事嘛 我们都曾经跟小我跑路跑了很大一段距离 但是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愿意宽恕的时候 你再往回去看 你会发现 其实所有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 都不会真的影响到你 这就是没有后遗症的意思 那么他说 这正是你需要看出弟兄无罪的原因 因为你如果能够宽恕你的弟兄的话 那么过去你跟他之间的所有那些纠结 其实当下都能够被化解掉 那中间第六句呢 他说 你的救主只可能给你爱 至于你会由他那儿得到什么 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那应该是说看你的眼光吧 你用什么眼光去看你的弟兄 你得回来的就会是什么 那么他说 他内在的爱能够视而无独 你所有的过错 这是他自己得救的关键 也是你得救的途径 那这个是很标准的奇迹课程文体 就是你会发现他一下子写你 一下子写弟兄 一下子写你 一下子写他 读来读去都晕了 不知道到底是他写谁 但是我想这个就是奇迪克恩他的目的所在 他就是要让你读到昏头了 然后让你自己去体会到 或者发现到说 其实你就等于他 你就是你的弟兄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看说 他写的到底是你还是你的弟兄 其实都是一个 那么他说救恩其实就是一门给予的功课 这个给予是特别括号起来的 意思就是说是一种内在的给予 而不是外在的 所以他说必须按照圣灵的诠释去给予 因为现在在一些灵性团体跟宗教团体里面 也很强调给予 但是在奇迹课程的眼光看来 这些对给予的强调 其实都是一些鸡汤而已 小我的鸡汤 讲什么施比寿更有福啊 等等这些 因为所说的给予 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强调 是外在的给予 在外在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但奇迹克恩所说的给予 完全是属于心灵层次的 他只是就着宽恕而言 去讲 所以他说 你要按照圣灵的诠释 去了解他所说的给予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在第二段的最后面 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上主之律 那么上主之律呢 就是他前面第一段里看到的 你给出去什么 就会得回来什么 给出去不但不会失去 反而会得回来更多 好那下面的第三段呢 他说你自己定立的那些疯狂的法则 保证你一定会犯错 好那这个疯狂的法则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小我的思维啦 好那小我思维底下 他会有很多条条框框 说你应该如此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那包括 举例来说 譬如说小我认为牺牲等于爱 或者说 不仅一番寒测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之类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所谓 他所谓疯狂的法则 小我的思维底下的那些法则 反之不是宽恕的眼光的 其实都是小我的法则 那么他说 这些法则保证你一定会犯错 就是说你一定会掉入小我的思维里面去 如果你认同了这些法则的话 那么他说 然后又把错误的后果视为 你应得的报复 借此来控制你 也就是说 当你认同小我的思维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认同了罪的思维 那这个时候 你一定会在别人身上看到罪 也在自己里面看到罪 所以当你去承受一些 不平安承受一些痛苦的时候 那么很容易就会生出一个信念 但这个信念有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外面这个世界 加给你的 但是很奇怪 我们就会 好像糊里糊涂就会照单全收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内在就有那个信念 不管是认为说 我有罪 所以应该遭到这个上帝的报复 或者是说上帝的惩罚 或者是说因为我有这个业障 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来承受那个业障的后果 不同宗教有不同形式的讲法 但是在奇迹来看内涵都是一样的 就是认为自己有罪 所以应该要去承受一些痛苦 来作为报复 但是他说没有比这个更疯狂的事 因为其实怎么样呢 你完全不需要活在这样的逻辑底下 也就是这个罪与法的逻辑 那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看穿那个罪是不存在的时候 其实你立刻就可以跳出那个罪与法的逻辑 根本就不需要去承受什么样的 不管是报复是报应还是什么的 当下就能够脱离掉 好那中间呢 他说他和你一样不必受制于这些法则 就弟兄跟你一样不必受制于这些小我的法则 那可以说小我在这个人世间的一切 所设立的一切条条框框规则 潜规则的这些 其实都是属于小我的法则 那任何由应该作为那个助动词的那句话 基本上都是属于小我的法则 你应该我应该等等这些 那么他说你若能在他身上看到自由 你自己就自由了 因为这是你们的天赋恩典 凡是上主创造的生命 必受他的天律支配 也只受他的天律支配 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去学习 那个上主的天律 他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二十章第四节 讲到的是诺亚方舟 那么希望我们的讲解对你来说 有一些帮助跟学习 那么我们这课文讲解 比较多是属于理论跟观念的部分 那么时间不多 不能够分享太多案例 不过之后呢 我会更多的在公众号跟教学网站里面 我会去写一些 就是我在过去五年多 所累积的一些case 就是真实的宽数案例分享 那希望能够更具体的帮助到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